一年是不是很有主見 非常有 而且有固執 那妳應該換過很多製作人 沒有 最後 一般人講這種情形是講難搞的 不...絕對不值得要求非常高 是 眼睛... 這算很清純 那天很累嗎 想不想看更累 好不好 這一張好累 很累... 那是他第一張專輯 但是很快樂 快樂很幸福 快樂... 然後漸漸又變了 接下來就是在頭髮上面 有點瘋狂 這個畫 瘋狂瘋狂 那陣子很流行這種頭髮 是 所以女人就一直在變化 你看又變成這樣 對 這是這一張專輯 她第一次我真的認識她 她就是把她的頭髮 剪斷 剪斷 變成這個樣子 剪斷 為什麼 要這樣呢 為什麼 我只是復古美 復古 然後要展現散發味道 主媚的感覺 主持人 其實你看封面 大概都可以知道 是哪一個年代的 因為你可能翻那個年代的人 像他哥哥也拍過這種的 誰啊 你哥哥啊 也在滾石出過唱片啊 活動玩也拍過這個啊 就是在那個年代 都會有一個姿勢嘛 你要定格嘛 都是不看鏡頭的 對 你要定格 女生都這樣子啊 然後是那種 復古的 這個有點像這個鎮 這個就很復古 葉上海 你真的都喜歡這樣子的耶 沒有 我只是說葉上海 沒有...你喜歡這種妝對不對 對... 一種鎮 送給我了 就是很武衛這樣子 這樣很像檳榔 非常好 不... 女人要把頭髮剪短 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你怎麼會突然剪短頭髮 我其實剪短頭髮好幾次了 對 其實我覺得我短髮 其實是滿好看的 會留短髮的女孩子 都很有主見 對 對不對 我們問問看三位她好不好 對 零一年是不是很有主見 非常有 而且很固執 例如 她只要 比如說 你在錄音室的時候 你只要有一個音 她就是一定要跟你爭到底就對了 她就是這樣的人 就是唱錯音 說自己是唱對的是不是 不是 她那個音 一種感覺 她也不是說錯 她可能就是一個尾音的代過 或什麼 就是 她會為了這細節部分 是... 那妳應該換過很多製作人 沒有 最後她都自己當自己的製作人 其實她是改變自己 她是自己在推翻自己 她一直在進步 然後那別人的 因為她可能睡覺醒來 就會夢到可能要進步些什麼 然後就感覺 然後我們正在做昨天那個時候 她就說 其實我覺得那樣會更好 放下 一直在進步 她的腳步都比一般人快 快 妳講話很有... 對啊 一般人講這種情形是講難搞 不...絕對不是 要求非常高 是... 要跟著她的腳步 真的 所以我覺得在旁邊工作的人 真的是 就是... 對 一定要一直跟著她 因為她是非常的優雅的集心 你知道嗎 就是她其實每一天都在變 可是她說出來又是非常優雅 我今天又想到什麼 她也不是很急喔 然後你就會覺得 好 我就遵照你說的 你們是很怕她 我今天又想到什麼 是不是 她其實就是常常會想到這個點子 然後就馬上要做 然後就馬上要做 苦了你喔 真的 真的很苦喔 真的很苦的 她選那個 她... 她... 她的... 她的... 很奇怪的 有一些時候 她選歌的狀態很奇怪 好 因為每一首歌接下來 你會想到 她唱完了這一首歌 那麼下一首歌 應該是什麼首歌 是什麼歌 可是... 你完全會猜錯 猜錯 完全猜錯 就不照一般常理來排歌 對 對 比如說這個戲份 已經到達一個很興奮的時候 我們應該排一點 非常明妙的歌曲 不 觀眾的感覺也是滿好的 可是... 可是他問的不是這個 對啊 沒有... 沒有在想說 他問的是說 那個在發生練習的時候 你們不要欺負人 今天... 今天人家特別來賓是香港來的 我們就順著他講 好不好 你要講什麼講什麼 要不要講講你小時候的故事 你想講什麼就講 好不好